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这里三维一体的统一性是什么意思 神性的地位不分大小吗 其实我讲的时候已经讲到了 三维一体的统一性 所以我说这种翻译不够严谨 我多次强调 不要翻译成统一性 统一性已经预设了什么概念呢 好多不同的东西 部分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这个半有十个人 我们统一下站成一排 一二三 刷站成一排了 统一一条线上 不同的事物统一 或者是在一个器皿里统一 他已经预设了这个不是位格的问题 部分的问题 上帝一旦提到统一的话 就有部分的这个概念 还有割裂的概念 上帝里面是纯一的 三个位格有区分 但不分裂 不是部分 区分是负不是子 子不是负 零不是子 零不是负 负也不是零 子也不是零 区分 但是他们不分离 所以不是部分的概念 所以不能用统一 统一已经暗示了部分和割裂 所以神是纯一的 所以不要用统一 用统一 是同一本质 本质相同 本体相同 实质相同 都一样 所以 父拥有完全的 享有完全的神性本质 子也拥有完全的神性本质 灵也拥有 享有完全神性本质 他们享有的 同样的 如果非要用量的 是同样分量的 相同的 就是那位 同一个 同一神性本质 所以在神性上 他们是相同的 在神性的地位 全能 甚至你要非要用程度上 程度上也一样的 所以他们不分大小 同尊 同荣 同受敬拜 同永恒 属性相同 但是就其位格的话 他们有不同 负就是负 子就是子 零就是人 负不是子 子不是负 零不是子 子也不是零 零不是负 负也不是零 所以他们之间有 不同的 位格性的属性 特性 属于负的不属于子 属于子的不属于零 但是本性上 本质上是相同 所以 不用这种 不严谨的 造成误解的 统一性 是用同一性 三个位格 是具有同一本性 同一个神性本质 同享有一位神性本质 所以他们都是神 父是神 子是神 灵也是神 位格地位 不分大小吗 根据前面的 因为享有 同样的神性本质 就其存在本身 他们是同 相同的 不分大小 具有同样的神性本质 全能 智慧 属性 但是就其位格 特别是位格的关系 和被造物的工作 救赎 创造 之间有分工不同 分配不同 次序不同 就位格的关系是 父生子 当然我们说这个生不是时间概念 历史里面的 不是存在上的 父的子的本性是 从神而出 那么先有父 后有子 不是这样的 所以位格之间 就其神性本质来说 他们不存在大小 低级 高级 谁先谁后 等级上的差别 但就于他们的工作 特别是对于三位一体 外的 向外的 救赎 创造的时候 存在着 次序 父差遣子 子顺服父的旨意 然后 子向父祷告 尊荣父 高举书 然后灵 来为基督做监政 是吧 有这样的秩序 灵也是因着父和子 而来 被拆遣到 教会当中 所以这个不是 神性本质之间的次序 大小 而是在实行 救赎 实行三位体 向外的工作的时候 的秩序 不是本质型的秩序 所以奥古斯丁先讲到 以神性的统一 本质 本性 本体 然后再讲到三 这样的话 三个位格之间 就不存在什么 源头性的 存在论的 或者是时间上的先后 高低的问题